你见过这么刻薄的婆婆吗 这天小美准备进门 却听到婆婆在屋内打电话 我这个儿媳妇太不让人省心了 现在雇了个家政在打扫卫生 又不是什么富豪人家还雇上人了 就知道乱花钱 他就是个专科生哪儿有什么好工作 我儿子可是正儿八经的公务员 这能比吗 前天晚上他肚子疼 小冬为他忙前忙后 真把我气得够呛 谁没经历过 就没见过这么矫情的人 一说到这事就来起 还说什么年轻不想要孩子 怎么就这么自私呢 到时候要是生个女孩 看我怎么教训她 在门外的小美越听越难受 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流 正想离开却遇到老公 担心婆婆这两天身体不太好 所以熬了一杯参汤 听到婆婆对自己这个态度 也只能让老公端进去 转身便离开 过了一会小美告诉宝洁阿姨 今天麻烦你了 宝洁阿姨说道 这都是应该的 就只是你婆婆那张嘴太厉害了 小美听到这话 也是心里有苦说不出 只能一个人在房间默默的留恋 就在这时老公拉起小美来到客厅 让母亲给小美道歉 小美赶紧阻止 不料婆婆说道 怎么了我的大小姐 是不是闹脾气了 小冬解释道 尚无情的宝洁阿姨 是我和小美商议以后一致同意的 我们平时上班都挺忙的 也不想您弄心 其实也没花多少钱 关于小美我最后再说一遍 不管您对她有多大意见 以后在这个家里 我不想再听见您电话里说的任何一句话 小美远嫁到我们家 不是为了受婆婆的欺负 而是因为爱了 想要和我好好的生活 妈 听完这番话 老太太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一旁的小美也赶紧阻止 让老公别说了 小冬说道 我的老婆不能受到任何人的欺负 我有责任保护好她 转眼来到楼下 小美告诉老公她刚才太冲动了 老公却告诉她 妻子在家的地位是由丈夫决定的 如果我连这点事情都没办法提你发生 那我还有什么资格说爱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